出门想要喝个冰的饮料 现在只要一个水瓶就可以搞定了 台南大学研发出一种 携带型的冰水瓶 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呢 把热饮变成冰饮 一杯热咖啡为例了 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降到 摄氏0度或5度 而这项发明也获得了 国际创新发明展的银牌奖 就是这个水瓶 看下来不稀奇 但功能却很神奇 因为它在15到20分钟之内 可以降温5度C 半小时就能把一杯热乎乎的咖啡 变成冰的 350cc如果它的起始温度 是20度的话 经过15分钟 它大概就可以降到4度 是比冰箱还要冷 明明就是在这杯底下半段 埋入了制冷晶片 再加上一组风扇 只要插电 会用电池太阳能 就能提供电力 不用加冰块 也不用带冰箱 出门在外轻轻松松 就能把热的饮料变冰的 台南大学电机所和绿能系 合作研发出这款 携带型的冰水瓶 这是两名教授 当初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想出来的创意 聊着聊着说 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电 如果要喝到 那个比较冰的饮料 那一定要通过冰箱吗 这项创意发明 这下马来西亚国际科技创意发明展的银牌奖 让外国人超级赏 也为咱们台湾争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